注意看在广东天门大山深处发现一架荒废的飞机 这到底怎么回事 现场带大家去一探究竟 我们可以看到这架飞机周围长满了杂草 这就说明这架飞机荒废有一段时间了 机身也是秀气棒棒啊 可以看到机尾有一个红星 机上还有着B-207的编号 看着这个机型跟这个标示 感觉有点不像是客机 有人知道这是一架什么样的飞机吗 欢迎在评论区说一下 这里有个楼梯可以进去飞机里面的 我们进去看一下 可以看到飞机原本的座位都搬空了 现在都是一些木桌 但是不知道干嘛用的 地上也是垃圾成堆啊 我们去看一下这个驾驶室 这个就是驾驶室了 可以看到也是变得破破烂烂了 很多一些设备都拆掉了 那大家好奇为什么这架飞机会荒废在这里吗 据我在网上了解到的消失 说这架飞机是尖门的一位土豪 花了聚机买下来的 办在这里主要就是想把这架飞机改造成为 辅警航空餐厅 但是开业不久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倒闭了 倒闭之后 这架飞机因为没办法搬走 就留在这里了 我提醒说 有钱任性啊 那大家看完之后有何感受有什么闲缩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